What's up everyone,我是麦克老师 目前在一个小城市叫Antham 我们刚刚从Sedona过来 哎呦,不好意思 风实在有点太大了 反正Sedona超级漂亮,真的很漂亮 我们本来的安排都是要去Grand Canyon,都是大峡谷 但是他们今天,明天都会有暴风下雪 所以我们往南边走就 就在这里玩几天吧 周一的天气看起来不错吧 所以我们打算周一周就去看大峡谷 那今天要给大家我单纯的反应 就是对美国大臣的反应 拜登就赢了 我知道我的好多分子都是穿风 很多人都是说结果不是真的,是假的 民主党和拜登就骗我们了 当然是有可能,但是靠谱的证据还没出现了 我预测的就是拜登会赢的 民调也预测,拜登会赢的 但是我没想到会那么近的 真的很close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游行 他们要求是什么,就再输投票 他们会再输的吧 但是我再预测一下 结果会是一样的 拜登就赢了 这个结果就是只能接受吧 很多谣言刚刚出来说 拜登的那个投票周很突然就涨起来了 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吧 在密西根州他们有一个行政的错误 他们那边可能会再次投票 但是我跟大家说结果会是一样的吧 川普周完蛋了 没办法 那会不会有一些假票啊什么的 当然会有的 但是数量不会特别多 不会影响大臣的结果 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 民主党他们现在说 不可能会有假票 我们肯定会赢了 但是16年的时候 川普赢的时候 他们也就说 是俄罗斯 俄罗斯影响我们的大臣 是他们的错 而且川普跟他们合作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百分之一百 确定他们赢了 不会有外面的人 或者外面的国家影响啊 不可能会输了 真的真的搞笑 双重标准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有双重标准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只能接受吧 只能move on 1月份拜登会当美国新总统 那他当总统后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国会还是共和党控制的吧 所以不管拜登要做什么 还是会有点挣扎 这是很正常 这是故意的 不要给民主党所有的权利 也不要给共和党所有的权利 不要给人和党所有的权利 我觉得我们都ok了 我不是很担心 其实这个大选我不是很着急 不管怎么样 不管谁是当总统的 他们不太会做那种独裁模式的领导 所以我真的不是很害怕 那会有什么变化呢 可能公司税费会高一点 不一定 还有拜登要禁止fragging和 哇 真的太大 还是要坚持全依靠这个汽油的能源 他是要做多一点那种露室的能源 但是对我日常生活来说 我觉得印象不会特别大 很多女次就明年就是新冠病毒后 会有点小小的经济危机 目前的经济还好 不好也不坏 我觉得一个silver lining就是拜登印的一个好事 就是不会有那么多暴徒出来 当然是有的一定有很多游行 也有一些在那个波特兰 波特兰也有一些那个暴徒都出来做坏事 但是如果川普赢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内战吧 我觉得属于民主党的暴徒多得很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游行是很和平的 明天会不一样吧不一定 我希望所有的游行都是很和平的 没有什么暴力出来 因为川普肯定会坚持下去 反对这个大胜的结果 那是肯定的 川普不管怎么样 不会接受大胜的结果 那我其他的预测呢 我的候选人 Joe Jorgensen 他肯定输的 但是我预测的就是 他会赢4%到5%的投票 那他拿到多少投票呢 1.2% 真可惜 那自由党真的太懒惰 其实我一点都不惊讶 就是我预测的拜登会赢的 拜登都赢了 不惊讶 真的不惊讶 他的政策呢 我大部分都不同意 所以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美国政府权力很多地方都分开的 所以我不是特别担心 会有变化 但是我觉得不会特别大 但是问题是24年的大选 他会81岁 81岁 所以我在想可能明年后年 他是不是要下台 让Kamala Harris当总统 不知道 24年会81岁 真的真的太老 他脑子会坚持下去吗 不坚持下去的话 就我们下一个总统就是Kamala Harris 那就说到这儿了吧 这是要给大家我的反应 Anyway I hope you are happy, healthy, and staying safe 我是Michael老师 下次再见